饥饿游戏二 燃烧的女孩 第二十五集 我回想自己进到现场时评稳有多么的不快 还有清洁剂的味道 以及拖到场地中央的垫子 是不是为了盖住冲洗不掉的痕迹呢 你画了什么 对吗 一幅画 我问他 你看到了吗 皮特回问我 没有 他们特意遮住了 我说 啊 这很正常 他们不会让一个贡品看到另一个贡品做了什么 艾菲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你画了什么 皮特 突然 他眼睛有些湿润了 是凯特尼斯吗 他为什么要画我呀 艾菲 我说着有点气恼 表示他要做出一切去保护你呀 不管怎么样 在开皮特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期望的 难道他不是自愿来到军机场保护你的吗 艾菲说道 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 事实上 我画了露露 皮特说 凯特尼斯 拿花 放在他身上是 他的样子 饭桌上 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大家的内心思量着这件事 那么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黑米斯 自真俱拙地说道 我也不肯定 我只是想提醒他们 对自己所作所为应负责任 哪怕 只是眼前的一小会儿 皮特说 对杀死的那个小女孩负责 这太糟了 艾菲的话 带着哭腔 这种想法 是不允许的 皮特 绝对不允许 你只会给凯特尼斯 和你自己惹来更多的麻烦 在这点上 我不得不同意艾菲的说法 黑米斯说 波西亚和西娜 沉默不语 可他们 表情严肃 当然 他们是对的 尽管皮特的做法令我担心 但我得承认 他这么做 太令人吃惊了 虽然 说这话不是时候 可我也得说 我调起了一个假人 在他身上 写上了 Seneca Colin的名字 我说 此话一出 立刻引起了 预想的效果 大家 先是不信 接着 反对之声 雨点般落在我身上 你 啊 在那个Colin 西娜说 嗯 我本想展示 打绳结的技巧 可快打好时 就变成了那样 我说 哦 凯特尼斯 艾菲 压低声音说 这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秘密吗 看Snow总统的样子 可不像啊 事实上 是他急于让我知道呢 我说完 艾菲 艾菲 离开座位 用餐巾捂住脸 瞧 我让艾菲 不安了 我该撒谎 说我受了件 人们肯定以为 我们是计划好了 这么做的 皮特说道 脸上 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难道不是吗 波歇问道 他用手指捂住眼睛 好像在挡住刺眼的光线 不 我说着 一边用欣赏的眼光 看着皮特 我们在进去之前 根本不知道 彼此要干什么 哦 黑密斯 我们已经决定 在竞技场 不要任何盟友 皮特说 好吧 那你愚蠢地 杀死我的任何朋友 我都不负责任 黑密斯答道 我们正是这么想的 我对黑密斯有说 我们静静地吃完了饭 当我们起身去客厅时 希娜 站起身 搂住我 说 来吧 咱们去看看成绩吧 我们都坐在电视机旁 把红着眼的艾菲 也叫了过来 贡品的脸 一个个出现在画面上 测试分数 打在屏幕下方 从一 到十二 可以想见 凯西米尔 格鲁兹 布鲁托 伊诺贝里 分尼克 都会得高分 其他人分数 从中 到低 以前 打过零分吗 我问 没有 但 任何事 都有第一次 希娜答道 结果证明 他是对的 我和皮特 都得了十二分 这是饥饿游戏 前所未有的 但 我们都没有 庆祝的心情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问 这样 其他人别无选择 只能把你当把子 哈密斯 平淡地说 去睡吧 你们俩 我一个也不愿意 看到了 皮特 默默地陪我 走到房间门口 没等他到晚安 我就用胳膊 搂住了他 头 抵在他胸前 他用手 抚摸着我的后背 脸颊 贴着我的头发 要是我把事情 弄糟了 实在对不起 我说 没有我糟 你究竟 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 也许 想让他们知道 我不是游戏中一颗 任人摆布的棋子吧 我答道 皮特 轻笑了一下 无疑 他又回想起 去年饥饿游戏 前夜的情形 我们谁也睡不着 于是爬上楼顶 皮特 当时说了些 类似的话 可我没能理解他 现在 我理解了 我也是 我也是 他对我说 我并不是说 我不会努力 我会努力让你活着回去 可是 如果事实是 如果事实是 你认为 斯诺总统 已经直接 给他们下了命令 一定要在竞技场 要了我们的命 我说 我是这么想过 皮特说 我也这么想过 反复地想过 我想 如果我无法离开竞技场 那么 我还希望 皮特 能活着 不管怎么说 拿出那些 有毒浆果的 不是他 是我 没有人怀疑过 皮特的反叛精神 是出于对我的爱 所以 斯诺总统 也许愿意 选择让他活着 遍体伤痕 伤心欲绝地活着 作为对 其他人的警示 可就算 事实真的如此 那么 人们也会知道 咱们确实 和他们斗争了 对吧 皮特问 是的 每个人都会知道 我达到 此时此刻 我不再只顾及 个人的悲惨遭遇 自从宣布 举办世纪极限赛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我想起了 十一区 被他们打死的老人 想起了邦尼 Taria 还有 传说中的暴动 是的 各辖区的每一个人 都在看着我们 怎样对待 这种生死的判决 怎样对待 斯诺总统的强权 他们 要找到某种迹象 去表明 他们的斗争 并非徒劳 如果我公开地 蔑视凯皮特 并坚持到最后 凯皮特 可能会夺去 我的生命 但 却无法 摧毁我的精神 还有什么 比这 更能给予反抗 者以希望呢 这种想法太好了 我牺牲自己 去挽救 皮特的生命 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对 开皮特的蔑视 是对开皮特特定的 游戏规则的抗拒 我个人的计划 与公开的日程 不谋而合 如果我真的 能救出皮特 对于发动一场 革命是理想的选择 那样 我的死 便具有了 更大价值 人们会把我当作一项 高尚事业的训难者 会把我的脸 绘在旗帜上 这 将比我活着 凝聚更多的力量 而皮特 活下去 才具有了更大价值 他 会将个人的哀痛 转化成语言 去激励更多的人们 如果皮特知道 我在这方面的任何想法 他最终 就不可能做到 所以 我只是说 咱们最后几天 干点什么 我愿意 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与你一起度过 每分 每秒 皮特说 那么 过来吧 我说着 把他 拉到了我的房间 我能跟皮特 睡在一起 是多么奢侈的享受 直到此时 我才意识到 自己多么渴望 与人亲密接触 多么渴望 在黑暗中 有皮特 他一半在我身边 我希望 自己不要浪费 生命的最后几个夜晚 将他关在门外 我躺在他 温暖的壁弯里 渐渐 沉入了睡眠 当我睁开眼时 沉光 已穿透了 玻璃窗 你没有做噩梦 他说 没有 我肯定地说道 你呢 没有 我都快忘了 香甜的睡眠 是什么滋味了 皮特答道 我们在床上躺着 并不急于 开始新的一天 明晚 要进行电视访谈 所以 今天艾菲和黑密斯 要对我们进行指导 还要穿高跟鞋 还要听他们的嘲讽 我心里暗自想着 但这时 红发艾瓦克斯 捎来了艾菲的条子 上面说 鉴于我们最近 已做了胜利巡演 所以 他和黑密斯 一致同意 我们自由处理 在公众前的访谈 培训取消 真的吗 皮特说 他把字条 从我手里拿过去 仔细地看着 你知道吗 这就是说 咱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归自己支配 咱们哪儿也不能去 也不怎么好 我满心渴望地说道 谁说不能 他问 楼顶 我们要了些吃的 随手拿起几张毯子 来到楼顶 我们一天都待在 铺满鲜花的楼顶花园 伴随着 叮叮咚咚咚的风铃声 快乐的野餐 我们吃东西 晒太阳 我揪下垂掉的藤蔓 利用我心学的知识 编织起网子 打起了绳结 皮特给我画像 我们还利用楼顶四周的 电磁防暴墙 做起了游戏 一个人把苹果扔过去 另一个人把它接住 没有人打扰我们 傍晚 我把头枕在皮特的膝头 编着花关 而皮特用手指 缠绞着我的头发 说是要练习打结 过了一会儿 她的手突然不动了 怎么了 我问她 我真希望 能让这一刻凝固 此时 此刻 直到永远 以前 每当皮特说起这样的话 对我表白 她永远不变的爱时 我都有种复旧感 很不舒服 可这次 我感受到的 却是阵阵的暖意 我不再为根本不存在的未来 担心忧虑 这么想着 我的话 脱口而出 好吧 我听到她在笑 那你同意了 我同意 我说 她的手指又回到我的头发里 我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可她摇醒了我 叫我看日落 美丽的晚霞 染红了 开皮特的天际 你一定不想错过 这美丽的景色吧 她说着 谢谢 我回答她 我想 我能看到的晚霞 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 我们不想去吃饭 不想见到其他人 也没有人叫我们 我在这儿 很开心 我已经厌倦了 让自己周围的人 为我而难过 每个人 都在哭 哦 嘿 miss 皮特说着 但 他无需再说下去了 我们在楼顶 一直待到上床的时间 之后 我们悄悄地 溜到我的房间 路上 也没碰到任何人 第二天一早 我的化妆师们 来叫醒我 奥克特威亚 一看到睡在一起的 我和皮特 马上就受不了了 忍不住 大哭了起来 你要记住 希娜的话 威尼 离声说 奥克特威亚点点头 哭着跑了出去 皮特 回到自己房间化妆 剩下我和威尼亚 弗莱维 待在屋子里 通常 他们在一起时 叽叽喳喳的闲聊 已经消失了 除了在化妆时 让我抬头 说说化妆技法 他们几乎没说话 快到午饭时间了 我突然觉得 什么东西 滴在我的肩头上 我转过身 看到弗莱维 便给我剪头发 便默默地流泪 威尼亚 给她使了个眼色 之后 她把剪子 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离开了房间 现在 只有威尼亚 一个人在给我化妆 她的皮肤苍白 上面的纹身 似乎要从皮肤上 脱落下来 她脸上 没有表情 绝技忍住内心的哀痛 她为我弄头发 修指甲 化妆 她纤细地手指 不停上下翻飞 来弥补她同伴的空缺 整个化妆的过程 她都避开了我的目光 最后 西娜出现 允许她离开 这时 她才抬起头来 指示着我 说 我们都想让你知道 能把你打扮漂亮 是多么大的荣幸 之后 她匆匆地离开了 我的化妆师们 我的愚蠢 浅薄 然而 有可爱的宠物 他们对羽毛和晚会 是那么地痴迷 可最后 却用他们特别地告别方式 碾碎了我的心 威尼亚的话表明 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 我再也回不来了 难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心里纳闷 我看看西娜 不用说 她也知道 正如她说的 她不会流泪 那么 那么我今晚穿什么 我问着 眼睛看着她手里拎着的服装袋 斯诺总统亲自指定你穿这件衣服 西娜说 她拉开拉链 露出了里面我拍婚纱照时所穿的婚纱 白色重磅针丝 低领 卡腰 坠地长袖 还有许多装饰珍珠 衣服上 绕颈的长丝带上 还有面纱上 虽然在电视上播放婚纱照的当晚 他们宣布了世纪极限赛的消息 可 人们还是为自己最喜爱的婚纱投了票 这是赢得第一名的那件 斯诺总统让你今晚穿这件 我们反对也没用 我用手指 粘起衣角 在手里揉着 思索着 斯诺总统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图 因为 我的行为冒犯了开辟 因而 我的痛苦 我的损失 我的屈辱 将是斯诺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而他 认为我穿着婚纱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总统把我的婚纱 变成了我的果实布 这是多么野蛮的刑警 这重重的一击 将使我的内心伤痕累累 啊 这衣服浪费了 也挺可惜的 我淡淡地说 西娜 小心地帮我穿上衣服 衣服穿好后 我忍不住抱怨起来 这衣服 总是这么沉吗 我问 我记得 以前有几件衣服确实很沉 可这一件感觉 像是有一吨重 因为光线的缘故 我要做了些改动 西娜说 其实还是多了 最后用这个衣服的确实 是一把 谢谢观看